再来看到最新消息 东京奥运即将开打 却爆出国手做经济舱官员 做商务舱的大争议 蔡政府从上到下道歉灭火 根据平面媒体的报道 体育署长张绍兮已经请辞了 但是政院高层认为 全力支援国手征战第一优先 要决定比赛之后再来检讨处理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再来看到